从意大利南部的第一大城纳布勒斯 就能远眺高约一千两百公尺的维苏维火山 两地相差不到十公里 西元七十九年维苏维火山爆发 六公尺深的火山灰 埋葬了山脚下的庞贝等多座罗马帝国城市 造成上千人死亡 但意外保存了当时城市的样貌 直到西元一七四八年才重新被发现 至今依旧是重要的考古据点与旅游热点 而当地居民跟这座世界知名火山的相处之道 就是了解与尊重 为谁生在这里 il Vesuvio是一部分的主要 我不能想到Napoli和Golf 尾苏维火山是一座相当危险的火火山 尽管最后一次喷发是在1944年8月24号的八十年前 但纳布勒斯当地早已拟定撤离计划 来因应下一次的喷发 维苏维火山这个名字 起源于希腊文 原因就是烟雾 与它冒烟的火山口 与喷发的形象很吻合 而生活在维苏维火山威胁下的 另一个积极面 就是土壤的肥沃 火山土壤富含钾 磷等矿物质 以及有价值的微量元素 对农业相当有利 为作为火山周围的土地生产力很高 特别是葡萄跟番茄的种植 也凸显出火山攀发的破坏力 能摧毁景观 埋葬城市 也能在意大利培育出最肥沃的农田 维苏维火山既是大自然 不可预测力量的象征 也是捕捉过去时代精髓的 丰富历史遗迹 这些事实也说明了 维苏维火山兼具毁灭者 与保护者的复杂身份 也是当地民众 给予它最大尊重的原因 公司新闻就很请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